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场景是一个幼儿园 也就是幼儿园中班的小朋友 不行 你是小班的 你这个样 我就是幼儿园的老师 我很像弱智 我觉得是 老师开始上课了 小朋友们 赶快做好哦 现在老师要给你们讲课咯 恩太同学 你怎么回事啊 怎么了 一定要专心听老师说 知道吗 不但是你 别的小朋友也做好了 一定要记住 要做一个懂四的小孩子 老师 老师 我不但知道四 我还知道四下面是五 老师 我还知道五后面是六 七 八 九 同学们 老师说你们不要接下茬 看你们数的还是挺溜的 记住了 要做一个懂四的小孩子 然后跳一个五给老师看 老师就带你们去溜溜 溜完之后回来就吃饭咯 你是拼教说不分 但我觉得小孩这个童心还是挺可爱的 对 其实为什么在节目一开始给大家讲 这样一个小朋友的好玩的事呢 就是希望大家都不要这个失去同心 用一个快乐的心境 跟我们今天一起来开始翻阅日历 带着快乐的心情我们进入下一个环节 月人无数 每天都有名人出生 也有名人离开我们 好 来看一下今天的日历 2006年的9月20号 今天是礼拜三 大家都在上班 我接下来要说的第一个人物呢 是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位女演员 香港女演员张曼玉 这是83年她和香港小姐亚军的时候 亚军的时候拍的照片 哎呦 那时候我觉得她好像挺胖的 你看 我觉得她变化不大 今天是她的生日 1964年的9月20号 我们可爱的曼玉小姐出生了 曼玉 曼玉 生日快乐 你为什么叫人曼玉呢 我觉得这不太合适你叫 应该 玉 算了 你还是叫曼玉吧 我们看一下这个 她今年都42岁了 你看 今天的照片也是很漂亮 对 我觉得 保养得也很好 现在还是比以前更有风采了 现在很多厂家都接着找她做这个代言人 然后做广告 张曼玉 我很佩服她的是什么呢 因为在那个年代 刚刚开始张曼玉出道的时候 香港片还是很流行的 对 她经常参演很多电影 但那个时候很稚嫩 很稚嫩 然后她也喜欢笑 一笑眼睛眯起来 漏两个兔牙 所以有人给她取个外号名字 这个不是很好听 叫一只只会傻笑的兔美人 然后那个时候可能看不出她的演技 因为刚刚出道 但是哪一个片子上她突然演技爆发出来 就是人在纽约 一下成了演技派的女明星 我看到张曼玉就一个感想 我把她当成什么呢 当成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而且她这个作为演技派的演员 我觉得能修炼到这种程度 这么好的能够转型 换了我们得做好多年的工作 那就是路漫漫七修远夕 五江上下左右 东西南北中发白而求求 好麻烦啊 但是希望这个恩太将来有一天 能够跟这个张曼玉演一段对手期 这是我的梦想 接下来我要给大家介绍一位 非常有名的大演员了 索菲亚罗兰 她是1934年的9月20号出生的 我们来看一下照片 索菲亚罗兰的出生在罗马 是一个私生女 小的时候她不好看 丑小鸭型 对又瘦又小 被人叫做是牙签菲亚 但是14岁的时候呢 就开始战路途角 开始转向天鹅那个形容 慢慢开始漂亮了 她参加了当地的一个选美 但是没有获得冠军 那个时候呢 要求是16岁才可以参赛 于是她为了 她为了这个能够参赛 就瞒报了两年 说自己16了 其实只有14岁 后来获得的是海洋公主的称号 但是这个海洋公主 没有给她带来什么样的转机 是后来的一次选美比赛 也是亚军 给她带来好运机了 这个是1950年 正好16岁了 她参加了这个罗马小姐的评选 获得了第二名 16岁的花季那年 又获得了一个第二名 第二名的这个好运气就来了 开始在电影界发展了 一开始呢 总是演一些小配角 但是即便是这样的配角 她在当中啊 也表现得非常出色 让人过目难忘 我觉得可能是把我每一个极小的机会 对将来都有很有帮助 光靠漂亮 其实不够用 对 像索菲亚也好 是张曼玉也好 演技到最后都是大家肯定她的一个重要方面 用实力来说 所以后来这个小角色啊 并没有给她带来很多困扰 慢慢的走上了国际影台 接下来我要说到的一个人 是芬兰作曲家西贝柳斯 她是在1957年的9月20日去世的 看看她的照片啊 我们现在说到芬兰 我们容易想起几个不同的事儿 或者是品牌 芬兰 我们说手机里诺基亚 芬兰呢 对吧 还有桑拿玉 芬兰玉 千湖之国 除了这两个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品牌 就是她的名字 西贝柳斯 了不得 九岁学钢琴 15岁学小提琴 写了一百多部作品 最著名的有七部交响诗 还有一个很有名的曲子 叫芬兰颂 歌颂自己的祖国 爱国 这个芬兰颂啊 现在在芬兰国内 就很多人认为 这个歌比芬兰国歌 可能都更加能够代表芬兰这个国家 可见它的地位有多高 叫西贝柳斯 西贝柳斯 记住了 诺基亚 桑拿玉 西贝柳斯 刚才呢 我们跟大家聊了三位这个 在艺术上取得卓越成就的人啊 接下来要进入的就是 跟艺术也有关的 有事 天天说 家事 国事 天下事 有事 天天说 今天说什么 恩泰啊 我现在发现你好像做演员 对演员的喜爱超过了对主持人行业的喜爱 没办法 因为主持太累 没有 主要是你演员这个级别很高 你都读到博士了 但是好像没获什么奖 刚刚杀青吗 我那电影 刚杀青 你觉得有希望吗 到时候慢慢在参展 关键就是要参加 如果有机会参加各种电影节 拿不拿奖我不重要 能出去玩 感受一下 感受一下 来这样 我们下面有几个电影节 你分别来挑选一下 希望哪一个 你看这是我们先说什么奖 金诗 威尼斯的 威尼斯的金诗奖 是一条最古老的电影节了 我们以前的节目也说到过 金雄柏林电影节 比较正规 很多艺术片也参加 商业片也参加 对 上海的金爵奖 就在我以前读书的地方 这个我觉得希望挺大的 咱离得近啊 上面有人是吧 金爵 金棕旅 那么比较这四个奖项 金诗 金雄 金棕旅 金诀 我四个奖都想拿 你给我哪个都想 这有点难 要不就直接拿奥斯卡得了 奥斯卡能拿我也拿 今天我们要给大家说的呢 其实就是你最后说到的 这个金棕旅奖 举办地 嘎那 嘎那电影节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1946年的9月20号 首届嘎那电影节 正式开幕 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看到视频 在嘎那电影节诞生之前 世界上第一个国际电影节 维尼斯电影节已经很有影响了 不过随着莫索里尼政权开始统治意大利 维尼斯电影节的法西斯味道也越发浓郁 1938年 维尼斯电影节的大奖更名为莫索里尼杯 莫索里尼的儿子导演的空军赶死队和德国纪录片 奥林匹亚获得了当年的大奖 两部影片无一例外的都为法西斯歌功颂德 为了与之抗衡 法国政府决定 在法国南部的乡村小镇嘎那 举行自己的电影节 时间定于1939年9月1日 刚刚资料片里面说 是定为1939年的9月1号开幕 为什么现在日期这不对呀 听我慢慢给你道来 这中间有一段曲折而离奇的故事 非常的离奇 1939年的9月1号 原定是首届嘎那电影节要开幕的 当时这个法国的什么政界要人啊 包括电影艺术家都已经准备好了 赶到了嘎那小镇 而且呢是提前到的 于是他们在那 有的是喝酒会会朋友 有的呢是去钓鱼 悠闲的过着这个生活 准备9月1号马上就要盛装登场了 可是没有想到的是 在9月1号电影节还没有开幕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因为战争拖了这么几年 德国人枪炮打到了法国边境 这时候你想想 我们不是有句诗说吗 这个电影诚可贵 艺术价更高 若为自由雇两者 杰克炮 这命都顾不上了 谁还顾得上艺术啊 于是这电影节就给完全搁浅在那了 直到1946年的9月20号才重新开幕的 周星我又有一个问题了 说 今年的盖拿电影节 我记得是在5月17号嘛 对对对 举办的 那为什么日子又变了 跟原来不一样 听我细细给你道了 在1951年之前啊 他每一年的举办时间呢 都是9月20号 但是那时候你也知道 有一个威尼斯电影节 他是在9月初举办的 就是档期还得挪开 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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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